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龙哥,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3月底冬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大阿龙的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记得 当时逛海鲜QO市场的时候,有看到一只十几斤的大波龙 说过只要点赞能过2万,咱们就搞一只 不过呢,后面就一直没有那么大的波龙了 可是就在前两天,我又看到了超大的波龙 老板说这不算什么,还有比这更大的20斤左右 不过要预定,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下定了 老板说今天已经到货了,所以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 澳洲学习,黄壳的,上回我们做的是白护美,白色壳的 这个箱子比较便宜一点,老板,我预定的大波龙在哪里啊 这里啊,这里啊,赤头啊,赤头,多少斤啊,差不多10斤啊 有这么大吗,没有,签一下嘛,不骗你,你现在一斤买有多少钱啊 真的啊,160啊,160,便宜点好不好啊,这么大的很难找的 便宜点,便宜点,便宜点,便宜点 155,有20斤吗,这个吗,差不多20斤嘛,178斤那样子嘛 拿出来,猜一下,拿出来,猜一下,155啊 155啊,没有了 哇,比我前天拍的那只,确实大好多啊 前天拍的那只还十几斤,这套更大 多少斤?17.5啊 17.5,宽呢,这宽还没涂吧 从除过的啦 去过皮的吧 去过皮的吧 哇,答应大家的巨大波龙来了,我现在好害呀 这绝对是百年老龙虾了 就这么一只,17.5斤,2700块钱 不敢说全网最大,但前三绝对能排的账号 此时此刻,你们花财的小手,是不是应该给它点个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龙虾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你看,给它晃过来,是不是超级的霸气 然后这个飞机头,大的就跟炮弹一样 再看这对大鱼,比我的屁股还要大 一个就广宝了 光这个夹子,就非常的粗壮 这要是被夹到,我就报销了 不过它现在夹不了我 因为它这个钳子太大了,洞太大了 把它给抱起来,这样看还真的挺苦人的 非常霸气 虽然说它是市场上最常见的龙虾之一 但是这么大的波龙真的是少之又少 没有玉力,基本买不到 所以价格比一两斤的那种会贵很多 肉汁我估计也好吃不到哪里去 龙虾煮熟了以后都差不多 但是这么大的龙虾吃起来肯定会特别的爽 我现在就尝它这对大鱼了 那我们先去给它洗个澡吧 水池里已经浓不下它洗澡了 只能在这里给它搓一下了 天哪 这钳子我越看越嗨呀 肚子也给它洗一下 嘴巴也给它刷一下就可以了 终于给它洗完澡了 这么大的龙虾从来没有处理过 现在要来个大型龙虾解剖现场 这么大的龙虾抱不了头 先给它割一下这么多水 亏大了,这个肉不饱满 先把它这个肉给取出来 来哦 奥隆果然是所有龙虾里面品质最差的 这个肉看起来跟其他的龙虾就没话比 虾线把它取一下 波龙的出肉率实在太低了 那么大的壳就这么一点肉 这个虾头就跟一件艺术品一样 我都舍不得把它给切开了 这样要把这个虾脑先给挖出来 你看这虾脑好多 这要是会好吃的话就赚大了 先把这两个大签给弄下来 这个实在太大了,真的拧不动了 再来试一下 阿尔地给,再不点满我就遇这两个派你们了 把这个虾头给剪一下 这个塞给促移 终于处理完了 这个龙虾实在太大了 我对这个虾肉虾脑都没什么兴趣 就是对这个大熬非常感兴趣 那我们今天这样的安排 虾脑熬汤进虾肉 那这两个大熬就拿来清蒸了 这个虾壳虾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不弄了 那咱们开整吧 这两个大熬先给它上锅蒸 最起码要蒸30分钟 锅热倒油 来两片生姜 生姜给它爆出香味 下虾脑 虾脑给它炒一下 来点82年的青红酒 倒入82年的高汤 给它熬10分钟 来调点姜醋 生姜 姜醋 哇 这个汤熬得怎么这么绿啊 跟生化武器一样呢 把这个虾脑给绿出来 好绿哦 跟黄瓜汁一模一样 来点盐 白糖提味 把虾肉给换下去 可以出锅了 巨无霸 来呀 哇 终于可以开吃了 这红彤彤的大茅子看着就非常的诱人 这么刺激的事情我们要留着最后再看 我们先从这个生化武器开始入手 来粉丝先吃 好吃哦 这个大波容的肉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我原本以为它会很柴 但事实证明它很紧实 糖芽一点都不柴 而且肉质还非常的鲜美 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生化汤哦 这个汤好鲜哦 虽然颜色不怎么样 但是真的好喝 剩下的肉我把它做成黄油香煎了 现在来试一下啊 嗯 这个黄油香煎的肉口感非常的脆爽 比我之前吃过的 所有的黄油香煎的浓虾都来的好吃 好满足啊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 接下来我们就盘他 没有这么大的砍刀 今天就别想吃这个肉了 哇 我的刀没事吧 哇好多水啊 邻居都杀过来了 以为我在拆黄子还没有搞定 为了我九牛二五之力 终于把这个壳给敲了 你们就说这个肉给不给力 现在我要挑战吃一个龙虾钱 你们觉得我能不能吃得下 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接近土味吃播了 特别的兴奋刺激满足啊 我发现我已经不行了感觉好撑啊 沾点酱醋试一下 嗯 三点酱醋会解腻 不行了 我真的吃不下了 实在太饱了 这个钱子肉太多了 那么来做个总结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2000多块钱花的太值了 这个肉我觉得它不会柴 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了 它属于那种很紧实弹牙有嚼劲的那种 而且鲜甜味也特别的足 所以有机会的小伙伴 我建议尝试一下 真的非常的刺激啊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记得上里走一波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文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又到了逛海鲜皮划市场的时候了 帝王是也刚做完 又提了一个十七斤重的黑石斑大鱼头 今会再次的栏烧啊 走先带大家逛逛海鲜皮划市场去 绿回翠28元一个 英国派对26块钱一个 诺曼迪26块钱一个 美国的生豪20块钱一个 安芝莲30块钱一个 爱尔兰25块钱一个 这个东西帮是本地帮啊 最近多少点啊 好吧 这么一斤100了 哎 大得多大啊 三斤啊 三斤那怎么卖啊 老板这个小龙虾怎么卖啊 这种青虾啊 那是红虾22 对 老板 这波炉怎么卖啊 波龙有多大的 你这也多大 这个是一斤七八的 一斤七八八 那大概要140 好吧 这种波龙多大 一斤多少年啊 一斤多少年啊 15块 95块的啊 没有大的很大的那种啊 大的 一斤三斤啊 这种两斤多多少年啊 这个165 165 165 半块钱卖的 活的都没五六斤啊 哇 这个冰都很多啊 这个挺大的 这个挺大的 这多少重啊 7.6斤啊 冰花一点啊 回来了 又带着一只大家伙回来了 七斤多的大波龙 这是我扫大海鲜批划市场 能买到的最大的波龙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能超过八千 咱们就提奥龙去 今天这波龙摄下是冰冻的 但这么大的波龙已经要80块钱 我真想抽它 哇 这下舒服多了 这个钳子是真的硬啊 又大又硬 你看 比我的整个手掌还要大 给它两下有多长 77厘米 真的是我见过最大的龙虾了 而且这样给它提着 还是挺唬人的 OK 先把这个龙虾给处理一下 冰冻呢 咱们就不清真了 直接上小文哥独家密资的刷龙酱 针吧 这个大钳子 都老化成这样子 看着比我还老 先把它这个头跟绳子分开 哇 这么大的 这个肉整个拔出来了 我去 这整个尾巴都省了 我去拆了 一拔就全出来了 这就是冰冻跟新鲜的区别 这个肉明显就没有活的 那么有弹性 不过鲜度还可以 现在要把它这个头给剪开来 把这个虾头给取了 哇 这个虾脑挖了一大碗 这要是新鲜的多好 这个冰冻没有融化 要把这个塞巴给去一下 把这个壳怎么刷洗一下就可以了 这田子也要用力了 给它刷一下 这个塞这里也要给它刷一下 哇 终于处理好了 就不知道这个冰冻呢 等一下吃起来 味道跟口感会怎么样 盘里铺上泡好的粉丝 拿点蒜蓉酱 然后给它抓均匀 接着把这个虾脑给铺上去 虾肉也给它铺上去 把这个脚也给剪成小块换上去 接着给它铺上小文歌独家秘制的蒜笼酱 哇 太香了 闻着这蒜笼酱的香味 不争气的点类都要从嘴角流下来 如果还有不同做蒜笼酱的小伙伴 记得去看一下我1月份的时候 刷龙海鲜大咖那期视频 然后把龙虾盖给盖上去 把这个蟹钳给砍一下 放进去清蒸吧 可以了 上锅蒸吧 把茄子换在底下 然后这个换在上一层 这么大的龙虾 最少要蒸20分钟以上 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 哇 这个蒜笼就是香了 最近金位拿烧太快了 所以吃不起话了 这是前几天买的 炙热青果果 我最喜欢的 环茄牛肉味 先给它整上 蔬菜包 低脂摩鱼丝 酱料包 牛肉包 这牛肉还挺多的 花乐包 加冷水 够了 加水 盖上盖子 等15分钟 自从做了美食 自从做了美食 up足以后 长胖了许多 而这个是低脂的炙热火锅 所以想买来试试 来 先给你们拿一块大龙虾 这个肉好大 来 粉丝先吃 我感觉这一块吃进去都要饱了 嗯 这个肉还是挺Q糖的 口感也挺好的 就是鲜度不够 我感觉这个龙虾 它应该不是老板说到快死的时候冰冻起来的 应该是死了以后才冰冻起来的 因为我有吃出那种 就蟹跟虾死了以后那种特殊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说不上来那什么味道 嗯 这个蒜蓉奶蒸还挺香的 挺好吃的 这个火锅还挺香的 不断飘来 荒茄的那种香味 这个牛肉真的好大 良心三家 这是我最爱的摩威斯 嗯 这个摩威斯我喜欢 它很爽脆 都有点糖芽的那种感觉 跟我平时吃的摩威斯完全不一样 嗯 牛肉也挺香的 来口汤试一下 嗯 这个汤非常适合我 我非常喜欢喝这种酸甜的味道 这个等下再吃 这个蒜蓉的香味太诱人了 嗯 再不好吃的海鲜 碰到这个蒜蓉酱 它都非常的鲜 这个又新鲜的龙虾肉吃起来肯定非常的爽 现在来搞这个大鲜子 你看这个鲜子 你看这个鲜子 一看就知道很有年代感 绝对是个老龙虾 这个肉好饱满 好漂亮 哇 哇 这个鲜子里面的肉就非常鲜了 哇 这个鲜子干进去 然后再加上身上的一块肉 我都好饱了 哇 太饱了 来口椰子节节腻 干杯 哇 这个花鲜汤酸酸的喝的好爽啊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这个龙虾它的鲜子吃的非常爽 但是它身上的肉明显的鲜味就不足 所以根本不是老板说的活动 不过今天这个炙热火锅倒是不错 很开胃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記得打烊啊 來了 不科學啊 抓到馬國都是啊 沒有沒有沒有 老闆記得打烊 很猛的 很猛的 你手在那邊你會爆嗎 就咬你 今天就是 因為這個龍蝦很稀有 所以有機會 對 就把我們機會大佬請過來 很猛 很猛的 越洋越凶猛 好 大家好 我們公司又聚首了 所以 今天我們去搞了一些很特別的一種食材 這個龍蝦 不吃牛肉蝦 不吃牛肉蝦 我只是做過了 你只知道是不能煎 對 好吃就行 我今天還有奶爸在炒 對 所以我們今天還有特別的小蝦餅 對 他媽媽被炒飯 我現在這樣 對 五條物很麻麻 所以今天你會來 對 所以我今天這順飯 都在玩 沒有辦法會搭整是廚藝啦 今天怎麼吃了 怎麼吃 把蝦我想說 三個做法 因為有小朋友在我們煮碗上面 好 吃吧 做龍蝦一面 然後另外 把頭呢 那都卸下來 煮碗湯 都拿到湯 非常有意思 開胃 開胃 待會我會帶來他們的烤肉 超苦 超苦 好 每個人學了 現在就先賣 都請 海陸雙拼 我們四個人太久沒有聚在一起 今天聚在一起的那天 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 接下來就交給我哥 曉雯哥 好咧 我乃哥先來把這些龍蝦 冷到湯一下 你要幹嘛 你要搓 你要搓這個龍蝦 要小心啊 好 來 好 摸一下 來 給它拖一圈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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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來了 很愛動 很活啊 這頭還在動 對 有人用 你戴手套後 它就很爽了 炸不動了 不然平時這個 它就漂亮 這個很活 它就漂亮一下 很痛 很痛 這都是龍蝦的水 讓它流一流 讓它會 吃起來也不好吃 不好吃嗎 不好吃嗎 不要 那是好吃的吧 那是你不要太熟的話 你可以去玩 玩他們的頭頭 去玩他們的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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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幹什麼 我們要生氣 蛤 我們要生氣 家庭地位 看到沒有 看出來家庭地位了 嘿嘿 今天要主人 總指揮 總指揮 把龍蝦 這個已經分開它了 頭呢 我們待會兒煮湯用 肉我們全部 待會兒全部收集起來 好 你小心點 來做一面 因為小朋友在旁邊 我們現在要 過來一點點 鑰匙 這個肉很棒 你看 肉在動 這肉在動 神經還在 噢 所以好吧 還沒有死 這就是新鮮 先把這個 開完邊後 放旁邊去 然後處理一下頭的部分 必須是沒有用 還是上完那個 也很好吃 對啊 可以不要玩嗎 不用 沒事 很棒啊 你在這裡幹什麼呢 這個加線 這個是它生殖線嗎 這是不是 生殖線 對 生殖線 封的 生殖線 這個吧 手牆是誰 這是好兄弟 你看 從殼 要脫殼了 馬上要脫殼 如果再壓一段 就脫出來了 就脫出來了 這脫來脫去就是 這脫不需要這樣 來撿一下 不要撿這碗中間 不要撿這碗中間 咧 不要撿這碗中間 線撈 又撩兩條 好 這是我們剛剛 其中海裡面撈的 立刻 加點鹽巴下去 不撿啊 不會 不會 他們很乖 常吃吃過 特別多 好 我們現在來沖一沖 現在把它血液沖掉 要記得要緊張 要緊張 這個龍蝦差不多好了 我們先準備好冰水 打開它們 冰鎮一下 它才會更Q爽 這龍蝦差不多 冰了 已經冰了 這個時候就冰了 尾巴給撥下來的時候 壓下去 這樣我撥得了 滿滿的肉 我說沒有擺盤 開始了 大師開始出現了 夾得還真了 那個 把植物夾都給拆了 新的客人 好 這個腳可以先吃 非常甜 好吃 這腳真的好吃 好吃 我都吃到不愛吃 這個命好像一樣 你這個是黃可塞嗎 他都吃到不愛吃 你這個真的黃可塞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 喔喔喔喔 那個抽出來了 你看 直接滴出來 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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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太長了 嗯 甜水 好吃 哦 哦 我懂錯了 尾巴都錯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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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是不是 你先撿了一個啊 又先撿了一個啊 他都把它撿花花路 也可以不斷讓這個 還在繼續生長的話 也可以拍兩年的節目 哈哈哈哈 快了 這什麼愛撿花 給他帶一口花吧 嗯 那你一直可以 那我們去撿一下他 來 炸這個沙拉絲 來吃 你們吃 好吃嗎 你不要那麼高冷嘛 好吃說好吃 好吃 來來來 粉絲先吃 前面這個頭這個就好吃 這沙拉裡面要加一點 蟹子 它會爆開的那種口感 哦好燙好燙好燙 這蟹肉味的沙拉 我很喜歡蟹子拿來搭沙拉 超級超級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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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都安排一下 這口感很好 我超級的 滿棒的 很緊實 然後彈性非常好 有點像那個 小豆子撇撇撇 他就很久沒有在一起吃 那種炒東西 那就是一大道的來 請幫你再碗 好吃一點兩粒嗎 好吃 難怪我再多兩粒 你心痛了 你怕我把你這兩粒再摔 嘿嘿嘿嘿嘿 太多了 太多了 我是跟你講兩粒嗎 其實你應該沒吃吃了 再多了就剩兩粒了 剩成這個 來來來來 我的天 這東西就不吃了 來來來 蘸這個醬 最後再去螃蟹 這個 另好吃 來來來 哎呀 突然我們忘記放冰箱少 沒有 放冰箱 蘸這個醬 非常好 這是我的最愛 我的天 來來來來 看一下 土筍 哎呀呀呀呀 我們現在吃剩飯了 我們現在吃剩飯了 我們現在吃剩菜好吃 這個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對 小燕哥這種幹了一個棒盤 我們來煎煎小蝦蝦 這個鮮肉很多 多樣 多快點 對 合法肉多 而且它這味道也不錯 你吃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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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表皮這樣煎得有點 來 來來來 好謝謝 哇好甜的好好吃喔 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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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畫了 有點蒜下去 我的肉 我願意天天被綁下來 吃吃吃 這太多了 夠了 我要煮 煮 就這樣 我開炸火了 湯火上面這樣 第二盤 那個 那個 那個麵差不多ok了 我們給它破 漂亮亮 化了 捏掉了 對啊 我們下午沒注意 四四枚飯冰箱 都只是化掉了 煮一下 大概一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後 現在來看 收汁 很稠 所以我 就浇上去罷了 是 白白 奶白的 撿一下 撿一下 這是椰漿 烏粉 熱沙子 很鮮欸 這個裡面是 就是這個 其他地方 這個就是海鮮嗎 這裡面嗎 對 這個沙麵它就是馬來西亞的一種 一種麵 真的跟海鮮一樣的味道很像 有些多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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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鮮很鮮很鮮 這個是椰漿紋 很像麵紋 搖一起搖 突然不濃了 椰漿紋都熱了 它是不濃的 這個很像那個 蝦門的沙茶麵 不懂 搖一朵過來 第五開始搖一朵 哇 你的通風辣蛋還有這個 算兩個 你是真的通風辣蛋這個 哦 哇 有一點點滑 祝你的臂力 來起來 味道上 然後後來牛肉 可以拉 哦 我看不用 可以啊 嗯 來 這個 好吃嗎 好吃嗎 嗯 嗯 對 兔 είναι 這點很香 因此 好吃嗎 真好吃 是攤金nen 這是炭 fund 我沒有 我沒有氣 我沒有氣 我沒有氣